3月27日,加士德拍卖行纽约战后及当代艺术御展与印象派及现代艺术御展在香港举行 展出了一批将于5月在美国纽约拍卖的世界级珍贵画作 多幅作品或将打破世界纪录 全场最为珍贵的作品是罗伯特·劳森伯格创作的《水牛2》 估价5000万美元,约3.9亿港元 这幅画是劳森伯格一生最有名的作品 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影像在画幅中最为显眼 还会有肯尼迪的钥匙、美军飞机、消费品等当时流行文化 专家表示,高2.5米的巨大齿幅画作《水牛2》 是作者在肯尼迪遇刺后一年,也就是1964年创作的 它表现了当时的历史事件,是劳森伯格创作手法上的转折点 20世纪50年代,美国流行抽象表现主义 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安迪沃和为代表的波普艺术开始流行 劳森伯格用丝网拼贴加上油彩挥洒涂抹的方式 结合了两种艺术创作 那这些作品中呢,我们可以看到Rushenberg非常代表性的 它将流行的文化跟当时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历史的照片 或是很多的影像拼贴而成,拼贴在这张画布上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作品呢,虽然是创作于肯尼迪 它遇刺后的一年,但是使用的照片呢 是肯尼迪生前非常著名的一张照片 那同时呢,在这件作品里头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当时的一些元素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登陆月球 然后当时的一个军备竞赛 或是说还有一些当时美国的一些流行文化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可口可乐 然后美国的一个快餐店 另一幅珍贵画作是美国画家罗伊·李奇·登斯坦 1962年创作的吻三 估价3000万美元,约合2.35亿港元 专家介绍,画作上黑发男子和金发女子拥吻 展现了爱情、战争等事物 类似那幅著名的二战胜利之吻的照片 作者将漫画或杂志上的影像加以放大 手绘在画布上面能清楚地看到放大的网点 其他重点画作还有亚美迪欧·莫迪·利安尼的 穿黑色裙装的路尼亚·杰克·沃斯卡 估价1200万至1800万美元 还有一系列印象派画家作品